甘露比血还好喝 然后他就变成一个人 所以佛陀都讲了 连罗刹都吃素了 奇怪人怎么还在吃肉 因为佛陀时代的所有罗刹鬼 都被佛陀感动了 为什么 当这些罗刹鬼在吃人血的时候 佛陀就用神通让罗刹血 看到他们在吃谁 都是过去的爸爸妈妈 当这些女罗刹在吃小孩的时候 佛陀也用神通给他看 原来他吃的小孩也是他过去的小孩 只是他不认识的 他们都会很讶异 就不敢吃了 就受戒 然后他们就一直问佛陀说 那佛陀 那我们这些罗刹鬼没血肉吃了 你叫我们不要吃 我们守这个戒 那我们将来吃什么呢 佛陀说你放心 我会要求所有佛弟子 布施甘露给你们吃 所以每天中午我们都会念 大鹏金翅鸟 旷野鬼神众 罗刹鬼植木 甘露西充满 然后布施一点点饭菜给他们 或是你可以直接用一条面包 捏 一捏像人的样子一条上 丢出去 因为他们还是那些罗刹女鬼喜欢吃小孩 但是他就认为这个比小孩好吃 这是佛教要我们懂的 这样社会就会和谐 如果各位你会经常这样做 你会发现你奇怪 最近生意很好 事情很顺 为什么 这些无量无边可怜的鬼道 接受你的布施 愿意升天也好 还是继续做鬼也好 很有福报 还是去极乐世界 他永远在感恩你 因为他们有他心痛 那你会觉得 哇 这个很心痛 护持生命电视台 就是护持佛法 究竟帮助众生 离苦得乐 所以生命电视台 有责任 将佛陀的正法 不分增派 传播在这个世间 希望各位多关心生命电视台 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护持正好 1996-5232 1996-5232 顾名生命文化基金会 寻找江国的母熟 有一头母熟 生了一头小熟 小熟生下来之后 要在四个星期之后 才能睁开双眼 可是这个小家伙 生下来已有八个星期了 依旧还没睁开双眼 宝贝 睁开眼睛看看我吧 快啊 快睁开眼吧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他生下来八周了 怎么还不睁眼啊 我看这个孩子 好像是生病了 没错 以前也有孩子是这样的 不过后来吃了一种浆果 才好了起来 没错 的确有这件事情 真的吗 太好了 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浆果 究竟是哪种 我也不清楚 我只听说 那是一种红红的 圆圆的浆果 没错 就是那种红红圆圆的浆果 我听说的 也是这种浆果 宝贝 太好了 你马上就能睁开眼睛 看到妈妈了 妈妈明天就到森林里 寻找那种红红圆圆的浆果 第二天 这头母熊便离开了自己的洞穴 来到森林里 寻找那种红红的 圆圆的浆果 这里有松果 栗子 橡果 怎么就没有那种红红的 圆圆的浆果 那种浆果 究竟在哪里 熊妈妈 你这是在寻找浆果吗 是啊 我一定要找到那种浆果 来治好我的孩子 可是 这周围 怎么没那种浆果 当然了 这一片地区我非常熟悉 我从来没在这里 看到过那种果子 我想 你应该朝森林边缘找找看 好吧 那我就到那里找找看 但是 你到那里一定要小心啊 要知道 人类可是经常在那里出现 如果被它们发现了 那可就糟糕了 好的 我会小心的 对了 如果我晚上还没有回来 那就麻烦你 帮我照顾一下我的孩子 好的 没问题 你就放心的去找浆果吧 你的孩子 就交给我看顾好了 红红的 圆圆的 这样的浆果 究竟在哪里啊 对了 这些鸟飞得高 去的地方多 他们一定知道哪里有那种 红红圆圆的浆果 小鸟啊 你们知道哪里有浆果吗 在森林边缘 有好多浆果呢 没错 刚才我们就在那里吃了一些 有几种浆果的味道 真是好极了 是吗 那里有那种 红红的圆圆的浆果吗 哦 红红的圆圆的 你说的这种浆果 我还真没注意呢 应该是有吧 那里浆果的种类太多了 你自己去找找看吧 好的 谢谢你们了 我现在就去森林边缘那里去找 哎呀 熊妈妈 你不在洞里照顾你的孩子 怎么跑到这里来了 我知道哪里有那种 红红的圆圆的浆果了 我得去找它 给孩子治病 是吗 这种浆果 哪里有呢 在森林边缘 有这种浆果 我现在就去找 你说什么 你要到森林边缘 是啊 只有森林边缘 才有那种红红的 圆圆的浆果 不行 森林边缘太危险了 哪里有猎人 曾经我的弟弟 就是因为跑到森林边缘玩耍 而被猎人抓走的 为了我的孩子 我只能去冒这个险 为了孩子 他完全不顾自己的安危了 真是太伟大了 熊妈妈一步步 朝森林边缘走去 周围的树木 越来越稀疏 它已经快靠近 森林的边缘了 这时候 它看到了大片矮灌木 上面结着 各式各样的浆果 小鸟说的没错 这里真的有好多浆果 真是太棒了 怎么回事 这么多浆果里竟然没有那种红红的圆圆的 你看 熊妈妈真的跑到这里来了 嘿 熊妈妈 怎么样 这里有好多浆果吧 这里的浆果的确很多 但是就没有我要找的那种红红的圆圆的浆果 是吗 看来你还要往森林外面走走 那里的浆果更多 没错 不过那里可充满了危险 因为那是人类活动的区域 你一定要小心那些人类手里的猎犬啊 它们的树权可是非常灵敏的 谢谢你们 我一定会小心的 熊妈妈身边的树林越来越稀疏 它终于走到了森林的边缘 这时候 它看到了面前出现了一片草原 草原上 一层层的灌木上 长满了各种浆果 品种比森林里丰富得多 哇 真是太棒了 这里的浆果果然更多 红红圆圆的浆果 太棒了 我终于找到了 我的孩子有救了 真是太好了 哎呀 这是怎么回事啊 这里怎么会突然出现一个大坑啊 这么深 我怎么爬上去啊 天啊 人类 真是想不到啊 竟然抓到了一头大熊 是啊 原本只想抓只野山羊 没想到 竟逮到了一头熊 真是太棒了 这头熊 要是卖给动物园 可是能赚一大米钱呢 对呀 我们今天 可发大财了 猎人拿出一张网 朝陷阱里的熊撒了过去 网将母熊整个罩住 母熊在网里挣扎吼叫着 就这样 熊妈妈被猎人抓住 关在了笼子里 然后被卖到了动物园里 供人们观赏 猎人拿出一张网络 妈妈 你看 这头熊怎么趴在那里 一动也不动啊 我想他一定是累了 在那里休息吧 喂 大懒熊 快起来走走啊 我的孩子 他眼睛看不见 没有人照过的话 这下怎么活下去啊 当时我马上就能摘到 那个红红的圆圆的浆果了 可惜就差那么一点点 如果不是当时 看到了那浆果 太兴奋了 也不会一时大意 落入猎人的陷阱 妈妈 你看他哭了 他是不是想家了呢 喂 大懒熊 快起来吃东西了 这头熊 不会连东西都懒得吃吧 赶快来吃啊 大懒熊 不是这样的浆果 必须是红红的 必须是圆圆的 他好像对浆果感兴趣啊 红红的 圆圆的 没错 就是这种浆果 喂 你们没看到牌子吗 不如往笼子里扔东西 我这是自己要吃的呢 不能吃 这个浆果是我的 妈妈 好恐怖啊 我好害怕 宝贝 不要怕 我们这就离开这里 天哪 这是怎么回事 这头熊 怎么突然发疯了呢 牧熊疯狂的举动 吓得众游客 纷纷离去 牧熊看着手拿浆果的游客 越走越远 他疯狂地吼叫着 直到看不到游客的身影 还直愣愣地站在那里 自从这次看到那种浆果后 母熊每天都盯着来往的游客 他等待着再一次看到那种浆果 这一等就是三年 这头熊可真懒啊 怎么一直不动啊 可不是嘛 不过三年前他刚来的时候 我看到他发过一次疯 哦 他发过疯 是啊 当时他疯狂地撞着笼子 真是太可怕了 他是为什么发疯的 谁知道呢 当时我丢给了他几个浆果 他看到后竟然有了反应 好像他对浆果很感兴趣 后来有一个游客 拿出了一个红浆果 这头熊看到红浆果就特别有感觉 接着不久就发疯起来了 哦 我这就有几个红浆果 丢给他看看 看他有什么反应 游客说着便将那个浆果 丢进了笼子里 那浆果滚到了母熊的身旁 母熊微微睁开眼睛 看了一下 当他看到了这个红浆果后 立刻兴奋地跳了起来 然后围着那个浆果 大吼大叫 谁回浆果 红浆果能让他发疯 这头熊又疯了 我们快离开这里 浆果 浆果是红红的 是圆圆的 怎么走的 他怎么又发起疯来了 我得把这个浆果送给我的宝贝吃 他吃了浆果 病就好了 不行 我得离开这里 不好 这个家伙真的疯了 熊妈妈不停地撞着笼子 撞了整整一天一夜 第二天早晨 人们发现他 人们发现他已经泪摊在地上 手里还是拿着红色的浆果 眼角旁 充满了泪水 即使经过三年了 他还是没有忘记 要带浆果回去 医治自己的小孩 母爱的伟大 真是令人动容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